在光线的反射下可以看到整个背板的一个颜值大概情况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测的首发开箱节目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款华为Nova 13 Pro的一个快速开箱 Nova系列一直以来的包装盒 一次性的分贴 快速打开包装 手机本体先放到一边 全家福摆放在这里 我们直接来看手机本体 首先正面不点亮屏幕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屏幕是采用了一个四维曲面的设计 顶部要玩形状的开口 有两枚传感器 接着我们来看背面 我们手里这台官方名称是落灯绿配色 整个色调调的非常的低饱和 也就是稍微偏灰色调 磨砂的背板 里边做了类似于布纹格杉的纹理 在光线的反射下可以看到整个背板的一个颜值大概情况 华为以及Nova的logo 镜头部分采用了一个四开孔三摄的设计 两枚闪光灯分别位于镜头模组的上方以及下方 其次在镜头圈的部分有一圈Nova的音刻纹理 不知道这个颜值表现你能打几分呢 满分十分 接着我们来看边框部分 机身的侧面分别是电源按键以及音量大小按键 机身的顶部 扬声器开孔 以及次麦克风开孔 机身的底部 SIM卡槽 麦克风 充电孔 以及扬声器的位置 边框也是做了高量的处理 整个机器拿在手里 质感非常的不错 开机之后来到浅色界面 可以看到整机正面的一个颜值情况 以及边框的宽度 那么四V曲面屏的好处就是既有直屏的观感 又有曲面屏的触感 好快速开箱 我们先看到这里 关注大家测 稍后再为大家带来这款 Nova 13 Pro的一个更为详细的测试